大家好 欢迎回到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我们现在开始第三讲 F快品牌营销模式 快品牌营销 何谓快品牌营销 它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是企业的产品销售业绩快速增长 第二个是连续的 它不是一年 至少错越三年以上 因为在中国在过去 有人说中国的就是全国的市场周期只有一年 那现在的话可能只有六个月 如果说你连续三年的增长的话 你就会在全国上占领五个周期的 五个周期这么循环的一个销售冠军 这么一个位置销售优势 所以说我们讲快品牌营销的话 核心就是第一个品牌成长要快 第二个产品销售量提高要快 这是快品牌营销的什么 两个核心要素 那怎么样做快品牌营销呢 我们有一个核心思想是 用一些特殊的手段 让品牌快速成长 打造营销第一利器 现在有人提出 整个市场营销 它就是什么 品牌营销 那既然是市场营销的核心是品牌营销 所以说我们品牌营销 品牌增长的越快 产品营销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因为品牌是可以带动产品营销来 在营销上我们要搞清楚这么一个 向后秩序 第一个是品牌 第二是产品 但是好多企业 它是反过来做的 好多就是先把产品推出来 然后说我去打品牌 这句话对不对 对于没有品牌这些企业来说 这样做是一般游戏规则 但是对于一些大企业 成熟的企业来说 它的第一步恰恰是先做品牌 后做产品 所以说他们的产品营销率 就是新产品上市的 这种成功率非常高 当然营销速度也非常快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 怎样做快品牌营销 往下看 第一个点 做快品牌营销 第一个点就是 让很多人都喊你的口号 如果中国这么多的消费者 都在喊你的口号 即便是一部分人 没有销售你的产品 没有销售你的产品 他也会变相去做你的产品 或者是消费你的产品 为什么呢 大家都在喊你的口号 喊你的口号越多 说明你的品牌张力越大 你的品牌影响力 服饰力越大 这个时候的话 消费者的心态 就会被你快速的 捕捉和把握 为什么呢 我刚才说了 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羊群效应 只要大家都往一个方向去 那好了 那个地方肯定是没有危险的 那我也去了 那我也去了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让很多人都喊你的口号 那如果说做到这个点的话 那该怎么做呢 我们看这么一个案子 王老杰 现在所有的饮料 99%的企业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 功能饮料 养颜 补脑 美容 健康 营养 但是王老杰没这么做 他做什么饮料呢 他做的这个饮料 是一种精神饮料 那提出一个概念 降火 实际上这句话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很复杂 那为什么这句话很复杂呢 想过没有 上火这两个字 并不是我们讲 我们的机体 机能出现问题 生理上出现问题 它有火 不是的 只要你不顺 你就会产生什么 火气 你就会上火 比如说 老婆身体不好 孩子学习不好 上班被老板骂 回家去堵车 这都是上火 所以想过没有 有多少上火的事件发生 每一天 可能每个人 都会有一件事情 让你上火 所以上火是什么 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那好了 那我们就要灭火 灭火的话 我们要提出一个精神 就是 降火就合王老杰 上火就合王老杰 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上火了 对生理是不好的 那你要把火建下来 火建下来怎么办呢 和王老杰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你上火以后 你要找什么 如果你要找到平衡感 心里面感觉到 哎呀 我很平衡 没事 设置于常态 司空见惯 那你也不会上火了 所以王老杰又提 第二个精神就是什么 以平衡的心态 去对待事情 所以说 他这个产品 卖的好为什么 一个上火的几率高 市场大 每个人都在上火 那第二个就是 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要降火 那好了 我们王老杰刚好就满足你 所以他市场压出来了 定位的这个点不一样 特殊啊 它是一种精神 结果的话什么 全国人都在喊 上火就和王老杰 体育赛事上 只要你干不过别人了 比如说我们的中国球队 踢不过美国的 踢不过巴西的 好了 和王老杰 和王老杰把火降一降 再什么 再进入第二次冲刺 登山再起 结果这么王老杰上 现在又什么 赞助体育 进行体育影响 他进行体育影响 实际上也来找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做得不好 不怕 和王老杰降降火 进行第二次冲刺 登山再起 第一个 第二次是设置于常态 只要你尽力了 全国人民会理解你的 你就降火了 所以你这么一想 结果的话 这体育赛事 体育剑 纷纷给他代言 不错 这个王老杰 确实不错 一和就降火 实际上降火 是他提出来 这么一个精神概念 当然王老杰 他既然是饮料 他还是有功能 他什么功能 你要饿了 以前说饿了 渴了喝红牛 实际上喝王老杰 也可以解渴 也可以解饿 当然他不说了 为什么 他把这种解渴解饿 这种功能 作为什么 作为这个市场游戏的基础 这是第一平台 那是过去 那我们现在就是什么 做精神 做什么 做降火 降火的话 才是他的核心功能 所以我就说王老杰 这句话 上火就喝王老杰 已经成为了一种口号 只要中国人 买饮料的时候 就会想到这句话 上火 买王老杰 所以王老杰的销售额 很大 现在估计在十个亿左右 很不错 这些异曲成名 第二个 我们看看第二个案例 英特尔 现在英特尔 现在有一种模式 就是每一个卖电脑人 都会说 我这里面有英特尔 英特尔处理器在里面 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实际上 这也是一种根子性的广告 你看联想 他也在说英特尔在里面 戴尔也在说英特尔在里面 所有人都在说 IBM也在说英特尔在里面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英特尔是个象征 他也成了一个品牌代言 这里面有这么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 谁不喊这个口号 谁的电脑给你感觉就不好 市场上都接受英特尔了 你不喊英特尔 你这里可能没有 你没有的话 这里面可能就 你的处理器不一定好 谁不喊 市场感觉就是 你的电脑不一定好 这是第一个感觉 第二个就是 谁口号喊得高 那谁的电脑好卖 那为什么呢 你一喊 你产品不错 这里面有英特尔在里面 就看谁喊得高 所以在英特尔在里面 这句话 并不是市场在喊 所有的电脑生产商 都在笔着喊 谁喊得高 那谁电脑可能就卖得好一点 当然这不绝对 所以英特尔在里面 这句话 也形成一种口号 也形成一种口号 所有的生产商也在喊 代理商也在喊 当然了 即便是市场上中端上 这么一个小修理店 他可能也会在喊 我这里有一个英特尔处理器 不错不错 所以我意思说 只要能让很多人喊出你的口号 你的产品营销 就可以快速提升到一个品牌的高度上来 你的品牌核心基础就有了 品牌核心就有了 这么简单 就一句话 这就是快品牌 快品牌营销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点 让很多人都能记住你的故事 人家说品牌背后是文化 文化的背后又是故事 那我们不谈文化了 现在干脆一步到位 那品牌后面既然是故事 那品牌后面应该有什么样的故事 才能让你的品牌体现文化呢 那好多人讲 我的品牌文化很厚 我是中国5000年的文化 你就是6000年的文化 但是你如果没有个支撑点 你的文化也很漂 所有的企业老板 说不出自己的品牌文化在哪里 现在我们想一想 好多企业营销负责人 你来看看这么一个事 用你的一句话 或者一个词来概括你的企业品牌核心 谁做得到 谁做得到 我相信80%到90%的老板做不到 好多人也在讲 我这品牌又保健 又健身 又营养 一下子一大片 他唯恐别人不知道他这个产品品牌好 他说的好处又多 结果他越没有核心 那干脆的话就是说 我们找到一个支撑点 干脆就是什么 通过一种故事 那演绎是什么 他的卖点 那演绎他的卖点 但所有的卖点当中的话 卖点故事里面的话 他可能就是在任何地方体现出来 都是疼一种 都是疼一个核心优势 疼一个卖点 这也是品牌文化的核心 那比如说现在河南少林寺 在旅游上 少林寺 疼比三三五月 可能就在这个自然景观上 他比过人家 他唯一一点就是玩文化 你想过没有 佛教文化 中国这么多的志愿 他哪能体验他的优势呢 佛教文化 文化他也是在同志化 你也讲过 我也讲过 你看 圣山的少林寺 三西的五台山 这相比的话 佛教文化是一样的 这是固定不变的 你在念经 我也念经 你知道玄奘 我也知道玄奘 他这个文化 如果玩佛教文化 他还是玩不开 怎么玩呢 少林寺就玩了一个点 功夫文化 功夫文化 他实际上做了几件事 都在玩这文化 第一个你看 从少林寺拍出以后 李连杰演绎功夫小子 结果的话 少林寺作为 中国的功夫之王 诞生地 一下子走向全国 整个亚洲都知道 原来李连杰 在这个少林寺里面 学过一段时间 结果的话 就这么一件事情 把这个少林寺的品牌 文化的核心找到了 他的品牌文化的核心 这个故事 就是功夫 就是功夫王诞生地 一下子把这个品牌 张立出来了 所有的人 学习五的 到少林寺 学习五的 到少林寺 要想当保镖的 先到少林寺 要想看一样 比武来到少林寺 结果的话 给武相关这种东西 全部到少林寺去了 这是第一个就是什么 一部电视剧 成就了他的品牌文化核心 但是仅仅做到一个点 也不过 因为时间推移的话 它也会成为历史 那怎么样 就把握现在呢 你看 后来的话 少林寺收了一个特殊的土地 谁呀 普京的女儿 结果的话 利用普京的女儿 这种信息传递 让普京知道了 原来河南的少林寺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里面是功夫王 功夫英雄 到处都是 随处可见 那行 我去看看 我要到河南少林寺 到底看一看 这个功夫怎么样 结果的话 他带着一种比武的心态 来检阅 来试试少林寺 结果一看 确实是这样的 少林寺 功夫王 到处都是 一下子被他折服了 所以普京整整 到少林寺去 成了世界一大美坛 为什么 首先第一个 普京信不信佛 我们不说 西方国家是不是信佛 他可能大多数都在信什么 基督教 普京他信不信佛 我暂且不说 但是就作为 整整这种 新品到少林寺去 在全球 至少在十年以内 可能他是第一个 可能是第一个 这一下的话 又成就了什么 成就他的品牌度 所以他的级别 和整整又不上锅了 我刚才不说吗 一个房子和整整 挂上锅这么好卖 那少林寺和整整 挂上锅 不也同样 同样可以造出 造来很多的游人吗 看见他的少林寺 功夫到底是怎么样 结果的话 普京来少林寺 对少林寺有史 非常大的炒作 河南旅游局 亲自主持这个 事件炒作 这是第二 第三个 河南的话 又把这个 河南省 又把这种 少林功夫精神 推到民间 结果的话 在河南正着 电视台上摆了一个内台 就是什么 武术内台赛 实际上武术内台赛 让更多人联想到什么 少林寺的 这种背景的存在 如果河南不是英文 少林寺 你河南平时 可以摆那台比武 天津如果是没有呼员奖 那谁到天津去比武呢 他内台很有意义和在呢 没有了 所以既然少林寺 他有幕后这么一个 一个品牌的背景 这么强大的品牌背景 支撑他 那所以说 到这个内台台来比武 实际上 如果你能成为英雄的话 实际上 你也可以变相去挑战谁 变相挑战少林寺 民间英雄一样可以什么 成名吗 所以是第三个事 河南摆了一个内台台 第四个事 百集电视电视剧马上要拍了 马上可能都要播了 少林寺传奇 这一次是 他这里面主要演绎什么 还是少林寺 就是再一次让全国人 都去畅想一下少林寺 到底是什么样 以前看的那个功夫 都是影片上的 好多功夫是影片上 只能在影片上看 不能用 现在就是不仅要看 还要用 那怎么用呢 那就看一会儿 我们就看看 让你看看少林功夫 究竟是怎么用的 到底是什么情况 功夫很多 比如说这边的柔岛 九段 踢球的话是什么 脚功夫 打电脑的话是手功夫 讲话的话就是什么 讲课的话是嘴上的功夫 功夫很多 现在少林寺的话 演绎是什么功夫 可以防身 保正义的这种 正义的这种功夫 可实用的功夫 结果的话 这种电视连续剧 在没播之前 可能现在好多电视台 都要抢买了 买断这个不断权 然后在没地方放一放 给你展示展示 传播传播 实际上 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 一百多集 那肯定是少林寺的 这个知名度 一场又推上一个高峰 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最系统的理论指导 一流大学著名教授 前沿理论经典课程 聆听名师经典课程 实现企业快速成长 时代光滑 知名教授课堂 好 我们再看看最后一件事 少林寺 后来干涉学八 这个什么 这在中国人这个 这个里面玩 不到劲 那我们要推向国际 那推向国际哪里去呢 在日本 在这边搞个什么 全国性的这么一个巡演 少林功夫 全国性的一百多场 让日本人看一下 中国功夫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不是说柔道很厉害吗 哎呀 这个我们看到 中国的少林功夫 可能比柔道还要厉害 这是第一 第二要告诫日本人 中国的已经强大了 中国人的这个能力 这个身体素质 远远超过以前 所以中国的雄风立马出来了 所以少林功夫这么一演绎 一下推向国际 这不仅是日本人来看 韩国更要看 为什么 韩国的功夫这几年发展非常快 韩国的武馆 全国的话 已经有几十万 全世界已经有几十万 几十万亚了 那韩国更要看 少林功夫是不是对他的这个功夫产业 有一种很大的一个竞争 很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这么一搞的话 整个德南亚都知道 原来少林功夫 就到日本上巡远了 整个德南亚里 学功夫的功夫王 功夫学者 功夫爱好者 都要去看 所以这么一件事 做了几次秀 然后的话 讲几个品牌故事 讲一个品牌故事 一下把这个河南少林 推向中国的高峰 功夫的这个代表基地 推向品牌的高峰 所以说我就说 让很多人都记住你的故事 你的品牌 立马就可以凸显 只要 要有所选择 在这个方面 在某一产业上 某一种特殊消费上 有一种 要有选择的话 首先想象就是你 而且 会义无反顾的走向你 品牌有什么 这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 让消费者 借助你的品牌表达感情 好多消费者 是有感情的 那好多产品的话 能不能表达感情 以前表达感情是什么 你比如说胜利 胜利的话是表达感情 比如说你孝敬谁 孝敬爸妈 第二个人办事 套近虎 胜利也是要表达感情 表达感情 就是如果让消费者 借助你的产品表达感情 如果你能满足一种 特殊的感情 表达的方式 那你的产品 肯定是在 在市场上非常 非常火爆的 那国内现在 有没有这样的企业 做到这一点 有 有 但不多 现在就像比达雕牌 雕牌洗衣粉 非常感人 他雕牌洗衣粉 喊出一个口号 就是为妈妈洗衣服 这句话 如果你要看透了 可能不是这么简单 它现在包含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 你不能只关注孩子 特别是成家以后的 家庭妇女 你不能只关注孩子 你要更要关注父母 有时候的话 就是父母也很孤独 第一个就是 从伦理上 从道义上 你要体现什么 孝敬之情 不能只关注孩子 你要关注父母 首先提出这么一个口号 倡导大家都去做这件事情 要关注一下父母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它要加深了 它并不是那么简单 就是只关注一下就行 但是你要做 实际上 雕牌提出为妈妈洗衣服 提出更多这个思想 让你去做 并不是让你去说 我买洗衣服 我那第一次一放 就行了 不是得 你要亲手去做 只有做 亲身去体验 才能感受得更深 结果还有第二种思想 有了孩子 更能感觉父母的 辛苦 那这个时候 更需要表达自己的孝敬之心了 所以说 在内心上 就需要非常一个 强烈的需求 要体现自己的孝敬之心 孝敬父母 结果它一句话题 用雕牌为妈妈洗衣服 一下产生几种效果 所以现在 好多中年妇女 可能就是以前讲 我送你送老白金 买点老白金 回家去看了就行了 这不能做到全部 如果从另一方面讲 雕牌如果是礼品的话 它可能比不上这些产品 这些高档的产品品牌 比如说老白金 没有这个品牌度 怎么办呢 它提倡这种什么 提倡这种行为品牌 表达感情是一种行为品牌 所以说 行为礼品品牌 从这方面讲的话 它是一个创业 所以一下子就是 雕牌的存在 让中国的这个产品 咱从中国的产品 产品营销 或者品牌运作 一下子打开了一个新的缺口 新的缺口 提倡就是 用这种品牌表达感情 它还是第一个 用行为去表达感情 第一个 这是雕牌 第二就是 看到实际上老白金 提出后来一个概念 就是孝敬爸爸老白金 他为什么不说孝敬 孝子阿姨老白金 他只提出孝敬爸爸老白金 实际上这里面 你仔细考虑 它里面都显然很多的商机在里面 你比如说 孝敬爸妈 爸妈是什么 是医生 你最大的恩人 他是你第一个老师 孝敬谁 都不如首先要孝敬爸妈 重要 为什么 孝敬爸妈首先是必然的 第二是最重要的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什么 也是最伟大的 这件事 父母也是最伟大的 你看是必须的 所以说 我们从这个方面讲的话 让产品 买孝敬爸妈脑白金 这种产品 脑白金这种产品 孝敬爸妈 表达自己的感情 这是最好的 最好的一种方法 他就说 我们既然提出来了 你孝敬爸妈 用脑白金 你干脆的话 就是用这种方法 直接地去表达你的感情 可能效果比 其他东西更好 回家去看看 可能更好一点 仅仅回家去看看 我觉得还做不到 你看现在礼品的话 已经升级了 首先是回家看看 然后的话 就是孝敬爸妈 脑白金了 现在雕牌又说了 光说不做还不行 还要用雕牌 为妈妈洗衣服 所以说 市场远远在升级 只要你能 用你的品牌 让顾客借助你的品牌 表达他的这种感情 特殊的感情 那你的产品营销 绝对是非常轻盛的 你的品牌 立马就会深入人心 像你爸妈 好多人的话 都会找到一种 非常合适的机会 有些人的话 长期在外 找不到机会 那怎么办呢 用雕牌 为妈妈洗衣服 现在的话 就说 风天过节了 就是什么 卖老白金 结果的话 老白金和第二排 第二排的企业品 结果在市场上 非常热销 老白金创造了 连续五年 现在已经马上 第八年头了 已经连续这么 七年到八年 连续在市场上 达到销售高峰期了 这么一个优势 所以说 他们的创业 实际上就一个点 让你接触他的品牌 表达你的感情 第三个 第四个就是 让技能的对手 佩服你在品牌 每一点上 做得非常好 然后你把它看出来 你看你想过没有 你跟你竞争对手相比的话 你拿点做得比人家好 现在好多人讲 我要去参加竞争 我要去把竞争对手的话 自于败地 但是你想过没有 你有什么方法 你拿点自己 做得比人家好 如果说你自己 没有拿点做得非常好 只要竞争对手 一反击你 你根本就作家不住 因为你没有核心 所以好多产品的话 为什么会死掉 就是因为 没有估摸自己 几斤几两 结果上去的话就干 一干的话 结果竞争对手 一反击完蛋了 什么都没有了 后悔万一 那现在就是 我说你 首先如果要竞争的话 首先把握第一点 你的品牌里面 一定在某一个点上 做得比它要突出 否则的话 你根本就不要去对抗 那怎么就能做到这一点呢 看 格力空调 格力空调 现在你看 在中国的家电行业 就是事业竞争非常激烈 中国的竞争的话 基本上也是非常激烈 在国际上 有这么一句话 中国的家电竞争 基本上可以代表 代替 可以代表 就是事业的水平 因为中国家电发展 速度也非常快 现在你看 格力空调 格力空调 这几年的发展 在005年 06年 已经成为了 事业的销售冠军 突破1000万辆 他一句话怎么说 格力空调 领保设计 所以他做的也非常道理 他为什么想只做专业 我只喊这句话 让格力空调 领保设计 他没有说 格力家电 还领保设计 他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海尔也没做到 他知道自己在品牌度上 在正合品牌上 比不上海尔 那干脆 他就要放弃这一点 他并不是说 其他家电不做 他也做 但是他不是核心 他核心就是 在专业品牌 用的这一块 我做这个空调 这一块 他绝对超越了谁 超越了什么 海尔 那现在海尔怎么办 海尔说了 海尔和谁谈话 都从来不谈 自己的专业水平怎么样 海尔是海 海尔很大 海尔套装 海尔组合 海尔家具 他谈这些东西 这个概念很模糊 别人一听 原来海尔很大 你买什么都可以 到海尔去 那地方去买 结果的话 在格力上 在专业这一块 就超越了谁 就超越了海尔 在品牌上 这一点 做得非常突出 而且喊出来了 让这些 其他这个产业品牌 第一个就是 让做其他 做空调的品牌 你来隔离一下 我自己吧 就是你要隔离我 就是为什么呢 我做的便宜好 你不可能达到 我这个要求了 我做的全世界第一了 就是 这是同类型竞争产品 另外的话 还有什么 像海尔这样的 增合性竞争产品 这样的企业 比如说 我专业做得非常好 你最好做你的增合 你一如既往 咱们谁都不竞争 这样的话 对谁都有好处 其实上海尔呢 他也做到这一点了 海尔就是呢 走增合路径 这一年 今年才 006年 下半年到07年 海尔在推什么 套装组合家具 家电 不仅 你可以买空调 你可以买电器 你可以买什么 办公用品 你还可以在海尔这里面 找 进入一套的这么一个 组装一个家具体系 那海尔现在 这个组装什么意思 实际上就凸显自己的 增合优势 就比如说 我海尔现在推出来了 你买这个格力 可能你不能一步到位 打电话给我海尔 我一下子全部给你摆平了 天上的 地下摆的 全部给你 墙上的挂了 我全部给你摆平 所以海尔发挥了 任何优势 但是海尔提出来就是什么 海尔因户 海尔就是家庭 但这个东西 并不是海尔人 我认为不是海尔最高优势 如果说海尔要做最高优势 走这个圈地 这种方略的话 推海尔家庭做不到 我认为还应该推什么 推海尔社区 海尔城市 海尔社区怎么讲 一个社区里面 如果有60%到70% 不要多 即便是30%到40%的客户 能够订购你的产品 海尔的这个增合性产品 这个社区的品牌 就是你的海尔品牌 即便是其他这个 腾类型的产品 进入到里面去 也无所畏惧了 为什么 品牌已经被海尔占领了 当然海尔这边没有做 我相信 在家电营销这一块 很快就会有做 以社区为单位的营销 超越海尔 所以海尔这一块没做到 所以在这一点上 海尔是失误了 你看我们再看看 回过来 让金龙对手 佩服你在品牌上 某一点上 做得非常突出 喊出来让金龙对手 去隔离 所以隔离 就是最好的例子 隔离给海尔 我认为在三年以内 也不会发生直面竞争 直面对抗 所以现在我提出来 就是在品牌上 你一定要有核心 你看看第四个 第五个 你将品牌 越是聚焦在一个点上 越能发挥什么 威力 就在一个点上发挥个威力 实际上品牌定位 很多人的定位的话是很散的 比如说品牌 又有中档 又有高档 又有低档 什么都有 你看五蓝业 还做监装酒 那都超低档了 就是社区里面都是什么 酒饮子在喝这些低档酒 他也做 所以我就说品牌要聚焦 我刚才讲 我以前的市场营销是发散的 面全部破开 但是越发散 越不可能聚焦 那现在我就说 我先聚焦 然后再发散 越是聚焦的东西 越容易发散 那我现在就说 品牌聚焦的话 在一个点上 怎么聚焦 在一个点上 发合威力 看啊 万宝禄 万宝禄的话 他提出一个思想 是男人中的男人 结果的话 女人也消费万宝禄 他这个定位的话 有什么一个特点 你看啊 他这品牌定位有什么特点 第一就是 聚焦在一个核心上 就是什么 就是纯爷们 在中国的话 叫纯爷们 就是纯男人 男人当中的精品 精华 结果的话 凡是想追求 追求这种形象 想体验自己成功 有着这种虚荣感 都去买去了 确实就是 有成就感 人也也喜欢用这个烟 为什么 展现自己的形象 你看 我是纯爷们 什么样的产品 配什么样的人群 结果一下子 市场打开了 第一 第二就是 为什么女性会推出他 这里面就有点纳闷了 但是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讲两个点 第一点就是什么 精品男人 也是女人追求的对象 想过没有 女人出这个烟的话 也别拿一种思想 她要追求什么 最成功的男人 或者精品男人 找一个好男人 哪一个少女 不喜欢找一个 成功的老公 好老公 对吧 她找这个精品男人 我觉得她是一种追求 这第一 第二个就是 如果说 一个女性 在婚姻上有追求 在感情上有追求 达不到满足 或者说有缺陷的情况下 她出这个烟 什么感觉 她找到一种 靠近精品男人 这种感觉 因为这个烟 是精品男人抽的 她一抽这个烟的时候 感觉到什么 我靠近了这个精品男人 她心里有满足感 结果的话 女性 她也在抽这个烟 结果的话 她将品牌 去交在一个点上 不仅男人在消费 我说是吹烟没消费 结果女人也消费 这就是她这种威力 越去交在一点上 越发挥威力 好 这一讲就到这里 大家休息一下 捷尽全力 谢谢大家